歡迎大家收看《卵靜直擊》 直播室內有朱明亮的Johnny加上朱子超 Johnny 你好 早安 朱子 Johnny 上個月7月過了8月份 看看開局開成怎樣 因為無論如何7月不見了一成 沒了2800多900點 今早開出來的勢頭 暫時算是26000點 暫時都收穩 是啊 感覺上8月第一日的交易日 港股表現都是靠穩 見到很多科網類股份都下跌 不過在籃籌裡面 汽車板塊以及匯控 中午公佈業績以及港交所都只差大事 是啊 傳統股份跑上來 大家對於8月份開局怎樣看呢 看看牛熊政間貨分佈 經歷過上個月7月份這種震盪 大家對於看好後市 或者是買回升的投資者 都顯得比較審慎 看看銀正間貨分佈 牛正那邊 恒指牛正 集結在重貨區 在24600到24800這些位置 而紅正那邊的重貨區 就遠一點 看看27100到27300這些水平 大家如果說今天的勢頭 由跌轉升到26000的話 都可以留意一下用call這個工具 如果看好後市恒指的可以留意一下 發興的恒指call 編號是15831 15831的行使價就是28500點 距離到其日有105天 換股比率是7500對1 實際共甲14倍 如果你看淡的話 就用put 不要隨便用紅正柱 恒指的發興put 編號就是15929 15929的行使價是24300 他們到期日都是105天 換股比率9500對1 實際共甲9倍 今天科網股下跌 繼續有資金流入普倉 在此介紹騰訊部署 發興騰訊認購證18117 18117的行使價是546.38元 今年12月底到期 提供的共甲有超過7倍 美團方面可以留意 發興美團認購證22422 22422的行使價是250元 到期日是明年2月底 實際共甲也有超過4倍 如果你說要部署業績 匯控可以留意 發興匯控認購證1892 1892是屬於一種輕微價外的產品 45.88元行使價 到期日是明年3月底 提供的共甲也有超過7倍 特別留意匯豐的派適政策 說到這裡 下次再談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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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